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今天是2022年9月3日第621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工商银行创三年新低》。 我们在上一集第620集的时候,就说新以网公布了它全年的业绩,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它将来的前景到底应不应该值得去持有这间公司呢? 其实这间公司我持有很多年,所以我对它又爱又恨,爱它就因为几年前已经开始投资在它身上 你说它的股价没有升,它又不是没有升,它也OK的,但是最近的股价就非常积极,由大概$8,5,到底没有机会上升呢? 其实它手头上的业务是不断发展的,你说它没有机会,那又不是的 所以我在第620集的时候就说要是这样,给它多一年机会 因为在这一年里面它大概会有2.5个project 就是会陆续的落成,然后就会慢慢出租出去,就会有钱收回来,盈利理论上都应该提高 如果这个准测是准的话,理论上在2023年的全年业绩来看的话 应该就会比今年好,但会好多少呢?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问题,它是有增长,但它增长得少,那刻黑人争的嘛 所以我们只能够将这个新以往,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放在一边等收息 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股价再弹上去 说回我们这个股票市场,美国的股票市场也很奇怪 搞到一个叫做单日转向 其实原本开始就说加息的部分可能没有之前那么严峻了 所以在开始上半场,其实那个指数 无论是纳斯特克指数也好,标普指数也好,杜琴斯指数也好,都是向上升的 但是下面,去到下半场,竟然单日转向,跌回去也很严重 原因就是说俄罗斯要关闭天然气的供应 所以令到整个市场的气氛急剧转差,所以又跌回来 好了,那我们香港那边又会怎样呢? 下个星期一,如果我们香港开市的话 理量上那个恒指或者期指都会跌大概183点左右 仍然都是向着19000点进发的 所以大家都要戴着头盔了 因为不知下个星期一回来的时候,又会有什么大件事发生 不过有一家公司,就是工商银行 这家公司的股价创了三年的新低 其实它不差的,赚到钱的,有盈利的,派息也好 但是为什么这家公司的股价依然是会创三年的新低呢? 如果下个星期一,那个股市仍然是不利的话 那这一家公司很可能就会更加低的股价 所以我知道有不少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拿着这一家公司作为收息对象 不过,息就有得收,但是股价不断地跌 始终的心理因素都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今天来讲一讲,看看这家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 工商银行在星期五的收市价跌穿了4元 现在报价是3.94元 每天的成交金额都是相当多的 所以这些公司如果你想做买卖,其实上就没什么难度 所以多人是喜欢持有他的 不过,其实他的市盈率就低得可怜 只有3.3倍,即是他的生意理论上是很有得做的 还有很快回本 而且他这个股息的收益率是超过9% 就算被他扣除10%的税 他仍然还有8%以上的回报率 在这个事实来讲,很不错的了 他的每股资产净值是高达11.2 他现在只是在做4元都不够,是不是很划算呢? 不过表面上看上去就是这样了,好像挺好 但是内里是怎样呢? 真的要有专家才可以说到 他现在的市值依然是非常大的 有3,400多亿 这个当然是说香港这个市场 还没算他A股那边 另一方面,其实他派息方面 早前已经派了,一年一次了 所以又要等足整年了 至于他的股价因为创了三年新低 其实如果说全年的高位 他就是4.94 全年的低位大概就是3.94 其实由高位至低位的波动 大概每年就是有20%至25%的波幅 你想想,如果他创了三年低位的话 3.94买入 如果这么幸远,经济好一点 升上去4.94 升1元左右而已 那已经有25%的增长了 加上如果你还有派息 你当他大约有8-10厘左右 其实收到的话 有30%多的回报率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呢? 说就是这么容易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容易的? 瑞信对这间公行做出一个预测 他反映了贷款增长也是OK的 不过正式差就下降了 原因是中国稍后会减息多些 因为经济不好 加上撥秘方面 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他就将股份的目标价 由原本的6.3下调到5.5 评级也是维持跑赢大市的 似乎看上去好像真的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这只是其中一间大行出的报告而已 又要找回一张股价走势图 和大家研究一下 不过这个走势图 相信有很多人看见 都会是黯然失伤的 话说他说是创了三年新低 其实今次跌穿了4元 如果对上一次大概是在2020年的中后期 也试过跌穿过4元 但是如果再数前一点 就要数到这个大概是2016年左右 那就是大概是6年前 那你见到这个股价是波动都很大的 其实曾经最高位的时候 升穿过7元 当时就是2018年初 应该是挂接近8元 接着就1元1元跌下去 由7元跌到6元 当时大概是2019年尾 或者2020年初 然后再跌穿了5元 大概就是2021年的中 直接到现在就连4元都跌穿了 所以你见到如果一些长程的投资者 很久以前拿着的话 例如2011年 开始在5.6元拿着的话 其实拿到现在真的又不见了很多钱 不过因为他派息都是相当之好的 所以振回来之后 理论上虧不是很多 但虧了时间值 因为拿着那么久 其实都没有升值 你可能会问 这间公司的股价跌到这样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派息上有什么问题? 如果看过去6年的派息记录 虽然他一年派一次息 但其实他每一年的股息都是有增长的 似乎看上去 如果不是赚到钱 那怎么会派得那么好的股息 还可以连连增长 连续6年 那你说问题存在哪里? 真是不知道 而且其实这个工商银行 他派的息口 如果当他现在来看 大概是9.12%的话 无论是全香港的股票来计的话 也是跑赢了 就算是跟行业比较 也是超越了行业的 加上如果是说 恒生指数成分股来看的话 他也是远远跑赢其他恒生指数成分股 这样看下去 真是问题不大 到底他的股价那么积弱 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真是拗头了 中金这间公司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工商银行上半年的业绩 符合预期 但是他对今年 和下一年 纯利方面的预测 要降低一点 下年大概是赚3,600多亿 再下一年大概是赚3,800多亿 都是有增长 只不过增长就会慢了 主要的原因都是那句 是息差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要银行降低利率的话 借了出去的钱 收回来的利息收入 就会比以前少了 所以因为这个问题之下 他也将股价是要调低到大概每股5.14 其实都比现在要强的了 加上就是那个评级就是跑赢行业 两间公司刚刚刚刚说的那间 和现在这间大行都是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 但是股价始终都是積弱嘛 原本都是想着 这个今集都只是会纯粹说工商银行而已 不会用其他银行作比较 不过最后都是忍不住 最近工商银行中期业绩来看的话 营业额就有4,437亿人民币 按年升了4.1% 其实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增长 顺利也有1,715亿 其实这个行业在内地做这些内银 生意理论上是很有得做的 做4,000多亿生意 赚到1,700多亿 那你说是否厉害了 不过都是不派息那下税 但是每股盈利就有大概是0.47元左右 另一间公司就是中国银行 就是我最喜欢的 如果我投资的话 四大银行我一定会买中国银行的 中国银行也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 其实营业额是升了3.6% 是没有工商银行那么好的 而且整个生意做了大概3,163亿 和工商银行有4,400多亿来比的话 其实中国银行是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份额的 顺利就是按年升了6.3% 这一局就赢了工商银行 但是赚钱的能力 其实只是大概是1,200亿左右 和工商银行比仍是差了一大部分 每股的顺利就是37仙 都是不派中期息的 不过如果就这样看下去 你说好像工商银行比较厉的 这样说每股盈利 但是这是错觉来的 如果我们扔一元同时扔下去工商银行 和中国银行的话 哪一家银行是会得到高一点的回报率呢? 答案是中国银行 而并非工商银行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 好了,又下来我们这一条片的末段部分了 那这次又有什么说呢? 首先,如果说这个股息的收益率 其实是超级引弱的 你想想,如果一个退休人士 中产人士 他有1,000万身家 都在这家银行的话 有9利息 如果我不算可以扣除这个Tax 那1,000万放下去有90万 在香港过得非常之舒服 但是,为什么股价又会如此低残呢? 既然有这么好的回报率 为什么没有人落财呢? 这一件事就肯定这一家公司一定有古怪 只不过这个古怪我们暂时看不到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 所以大家应该要细心点去研究一下 尤其如果你有些亲戚朋友在内地的话 就应该问他们多些资料 才可以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什么事 因为香港有时都不是经常听到这些消息 另一方面 内银股其实是很受内房股的影响 因为早前实在借了太多钱给内房股的发展 但是现在内房股搞得一塌糊涂 那坏仗自然又会转嫁回来给银行的了 所以银行现在没有运行是被人累的 不过都没办法 当初你如果有风险管理 不要借那么多钱出去的话 那就没那么大件事了 但如果借得多钱的话 在所难免这一次都可能会输得一败涂地 但输多少就不知道了 不过说真的 四大银行都是阿爷的银行 有没有得怕呢? 都不怕得那么多了 至于内地呢 因为经济转差了 所以内地很有机会是会继续去减息的 如果减息的话 这个利息的收入就会越低 那很可能大家知道 买股票是买未来的嘛 如果未来的前景不好的话 那现在的股价不上升 一点都不出奇 但是你说 喂不是哦 派息都还是那么好啊 其实派息这个政策 随时都可以变的嘛 一时好一时坏 你怎么说得起来呢? 随时下年突然间告诉你 不派息都可以的 你知道了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机会变化的嘛 其实这个经济转差 或者银行的股价变小的话 不仅是这间银行的问题 其实在四大银行 或者更多的中国出名一点的银行 它们都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股价比较低残一点的 那这一件事大家选择啦 好像周街都是平货 那你就选择哪一个是你觉得应该要去落财的嘛 所以现在来投资这些股票 买不买得过呢? 我觉得 如果你说分身去买它 那当然是不好了 但是你说 有九厘息可以试一下水温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试 尤其就是过去那六年 它的派息政策相对是稳定地增长的 那如果你说它差 那究竟差在哪里呢? 又不觉得它真的差在哪里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不过最近 这个内银股也有些困扰的 因为有很多地方的银行 听说那些存户想拿钱都有困难 这一件事真是很着急的 当然 有些什么的后遗症 我也不敢说 会有牵扯到多大也不知道 因为在香港 始终我们听到的新闻一点都不多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你是对内地的银行很有信心的话 那你就尽量试一下玩一下 不过你记住 如果四大银行是因为内地的银行体系崩溃的话 那其实中国就应该玩完的了 但是你如果觉得中国的内银是可以顶得住 有阿耶撑住是永远都不会倒的 如果你有这个信念的 那你就继续支持这个内银 始终他的息口好像很吸引 不过记住 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大的银行银行银行 所以大家希望小心点去投资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同时 希望你们可以按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今天也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就是关于英国的通胀问题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长和系 即是李嘉诚旗下的企业 原因是他投资了很多钱 在英国这一块地里面 那么现在英国的通胀那么厉害 经济也开始慢慢转测 到底政府会有什么policy 而是这些policy是会帮到他 还是会害了他 这篇文章就有着少少的介绍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进来这条link看看 如果看完之后 希望你们有时间 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捧场